在美國 你在晚上出去 如果你在大城市 或是在任何地方 你都會很緊張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買槍 但你都不知道是誰 想像如果我們都可以買槍 你看 五眼有槍 沒有每個人都能買槍 要有什麼良民證 還是什麼之類才可以買槍 沒有 有些管道是可以買得到 有時候非常容易 講真的 可是他超級正 有些就在賣槍嗎 這個攻擊 上次那個賭城那個 對 查出那個人有四十二把槍 長的 短的 大的 小的 他都有 然後他說其中一個 我有點忘記那個細節 好像是現場的一個 某一個人 他本來是反對 他本來是支持擁有槍支的 那一派 然後後來他因為在現場 然後經歷了這樣的事情 他很後悔 他當初是支持擁有槍支 你們在美國槍支的問題 是 太嚴重了 杜莉你有幾把槍 三 四個把 你看到沒有 我公公家也是兩把擺在門口 就是那個客廳 可是要那麼多把槍幹嘛 不是 他們萬一有人侵犯的時候就 可以開槍 但就一把就好了 沒有 不是這個問題 你要想好 我那一些槍都是留下來 有一些是我阿公的 留給我的 留給我爸 然後我爸留給我 這樣子 那你們就全家留一把就好了 沒有 那一些槍 現在有幾個 就是現在要買 就是要很貴 可能幾千塊都有 你要想好 我阿公的那一把槍 我阿公留給我媽媽的那一把 現在應該是有 他講的已經講到古董去了 對啊 對 七十八十年前的一個槍 他把一個擁有槍支自由的東西 跟一個壓力這麼大的氣氛 放在同一個國家的時候 很可怕耶 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加上這個國家是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美國現在對於槍支這個安全 有在做討論嗎 他們 我跟你說 每一次就是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討論 討論完之後都沒有什麼結果 對 每一次都是這樣 所以就是不要看這個事情 兩年前也有 四年前也有 六年前、十年前 一直這個問題都傳到 那你什麼時候要選台北市長 他...我看討論美國 他要選台北市長 我看他滿有政見的 那我去美國的時候 是住了加州 大概兩個禮拜多 美國我看了很多影片 就是外面有那種街道運動 就是那種街頭的健身類的 我真的很想看那些 體驗那邊的文化 可是晚上我想要出去 住那邊的寒橋 就是從那邊 在那邊出生的那個寒橋 他跟我說 晚上絕對不要走路出去 要嘛就是一定要開車 不可以走路出去 為什麼 就是會有問題 是他當地的那個人 這樣告訴我的 所以我覺得晚上不能出去 這根本就是一個 我覺得在生活上面 少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熱趣 我覺得美國的自然安全 跟巴西的自然安全 是一個不一樣的差 巴西的差是好多小偷 可能拿一把槍 咬你的手機就好了 就解決了 可是我覺得美國的自然安全 最大的問題是太多神經病 就是好多神經病 我說你的神經病是 杜莉 杜莉你要怎麼說 我要替他... 我要替他怎麼解釋 沒有 我好好解釋 你在講什麼 不是 沒有 因為前幾天不是發生 這個拉斯維克斯的問題嗎 這個對我來說 是真的好可惜 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我媽媽跟我在隔壁 看現場的那個新聞 就覺得真的好難過 我媽媽在旁邊哭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美國 真正會發生這些 就是Mass shooting 我們小時候在巴西長大會 常常看到美國這些很奇怪的新聞 可能一個神經病在一個學校 把好多學生殺死了 或者一個神經病去一個地方 把好多人殺死了 所以我前幾天去搜尋一下 我只能去搜尋去看 美國這幾年的歷史 最恐怖、最可怕的 Top 10 Mass shooting的原因 到底是哪一種 有分好幾種 有可能宗教有關係 有什麼跟什麼有關係 可是Top 10裡面 有四個 40%都是些 就是神經病的意思啊 跟精神疾病有關 你這裡要小心 我就是神經病啊 你們的健保制度 對 看醫生真的 校園 男確保 真的 最近很多這樣的新聞嘛 你真不知道上課 上一半會不會有人就拿槍進來啦 對 超級誇張 像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那邊有一個學生 他已經沒有來上課 但是他就是過我們 他就是也有我們那邊很多朋友 他就是混混那種 就是流氓那種 然後 曾經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對 然後 錯身可能是 對 但是他裡面還有很多朋友 因為他們都是一起混 然後 剛好他是跟另外一隊的流氓就打架 然後就被殺了 被槍殺了 然後因為他們怕 可能會有一些人來我們學校 或者會學校的人來報仇之類的 所以我記得我那天 我還不知道這個新聞 我就去上課 然後看到那個停車場都是警車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我走進去 每一個走廊 那個餐廳什麼都是那個 拿著三彈槍的警察 尋 就是走來走去 超級可怕 然後就像我小時候 我們只有龍捲風對不對 他會叫你 就像台灣如果有地震 他會叫你什麼 那個 防災措施啊 對 會叫你這些東西安全 預備 然後 我小時候只有龍捲風 但是現在 這些小朋友要學會 那個如果有人來 學校拿槍 怎麼樣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訓練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台灣是這樣 紅燈不能右轉 美國是紅燈是可以右轉 但是你要先停下來 韓國也是 對 要先停一下 可是呢 我就停下來了 我停下來了 不轉 原因是因為什麼 原因是我覺得紅燈不能右轉 我那時候為了要出去外面 我還換了國際駕照照 我就不能 我就停在那邊 就後面一直給我按喇叭 按喇叭到我還是不管他 結果有一個 好像就是一個警察看到 就叫我到旁邊來 那你知道 我想說好 被攔了 我只是想跟他說 我可能是因為紅燈 我不能轉 那畢竟是兩個國際是 規則不一樣 而且你插車窗搖下來之後就這樣 沒有 並沒有 那個還好 那個還好 我告訴你 我做了什麼事 他一叫我到旁邊 我們開車一個時間 你只要被靈檢開車 我們會把車開到旁邊 把門打開就要出來了 對 喔 不行喔 完蛋了 你的手一定要在方向盤上 對 對啊 對不對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以前被靈檢 我們都會自己跑出來 然後掏那個行照 假照 完蛋了 我們有背一個那個腰包 S腰包在旁邊 然後他就說 不能動 他就叫我不要動 那我就先講 我想說你靈檢我 我應該要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第一次在美國開車 我並不知道有這種規則 要把手放到方向盤上面 他叫我進去 我進去裡面 我一坐下來我就這樣 喔 喔 馬上講 然後拿出了一個 不要動 就硬把我拖出去 把我趴在地上 所以你轉過去是要拿命鬥來出來 拿槍 因為那個腰包裡面 是由我的國際駕照 喔 你想要拿出來 我想要拿出來 但是你都不能動 你手就一定要抓到方向盤上面 我只是這個動作而已 他就馬上幫我抓出去 你差點可能也會被搶 對 然後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出來幫我解釋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一定是有喝醉 你朋友還下車喔 我朋友他叫他下來了 他叫他 另外一個就叫他下來了 然後他跟他解釋說 我要拿什麼 他是一個台灣的觀光客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他覺得說我有酒駕 他就畫一條線 他叫我用直車走 然後來回走走三四次 他就證明說我是沒事的 是 可是他說你知道 你只要把手再久一點 他可以對我開槍 對 因為現在去美國旅遊人很多 而且都會自己租車子 所以呢 現在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路上狀況有些不明了 你怎麼搞不清楚 被攔下來的第一時間 不要動 第一 不要動 先把車聽好 把手放上方向盆 這樣子不要動 除非他叫你下來 對 對 不行 都不行 你就是手放在方向盆 都也不可以這樣子 放在他 對 他看得到地上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 說不定你車這邊有 裝一個槍啊 是不是 你就是要把手放在 他能看到的地方 那如果那時候 鼻子真的很癢呢 那你要這樣嗎 或是不小心打了個噴嚏呢 你要把鼻子... 就不要這樣子想 就是先這樣子放 他會來敲底的門就說 窗戶打開 那你慢慢打開 然後 他真的美國警察特別兇 第一次去 然後所以我租車是嗎 遠遠就有聽到那個 就是很帥氣的 其實重機的那個 那個警察就來 然後他就把我們攔下來 然後我們就 就停在旁邊 然後他就說窗戶搖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下意識 就覺得很緊張 我只是想說 我要讓他知道我是一個遊客 然後我那邊放包包 他就在我窗邊 然後我手只是這樣伸進去 要拿包包 然後他就整個這樣 沒有 沒有 他就... 然後我就要打... 他就... 然後我就... 舉起來 他真的是... 他等一下要對我開槍耶 美國多少次這樣子被開槍撲殺 對啊 美國的警察他們上班就是晚命 他們真的上班就是晚命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看過很多影片 就是警察很nice 很友善啊 就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先生你剛剛有超速 然後現在開這個 突然那個人就把槍就開始射他 所以你警察是要非常的小心 是 真的也是個危險的工作 上所有那些很誇張的影片 我覺得是因為美國的警察 現在沒有一個很好的訓練 像美國警察你... 你花半年多 你就可以當警察 半年到一年 他就是做一個體力 然後運動的一個訓練 你上法律的東西 就會上一點點 他們好像是工作的時候 才會再學多一點 所以很多警察 就是不像台灣 台灣是... 就專門去一個學校 學校 對 大學念這個東西 然後英國也是 你要考很多東西 才可以當一個有強的警察 你應該很快就會接到 美國警政署的電話 對啊 而且也是很親切 會念嗎 未成年喝酒 警察進衣櫃抓人 衣櫃 衣櫃 好了 不是進錢櫃嗎 怎麼會進衣櫃 衣櫃 這個是... 我高中的時候 我跟我的樂團 我們想說 我們現在一個人在家 那我們就開一個派對 你會踩樂器 他...他每天背一個爛街 他...他每天背一個爛街 是的啊 才知道 真的 你踩著壯士了 開玩笑... 所以真的會彈 真的會彈啦 我那時候是鼓手啦 然後... 但是...好啦 我們就開這個派對 然後我請我的朋友說 你就...你就約一兩個人來 結果那個人約二十個來 我們家 而且我們那邊是社區 所以以下就很吵 然後你知道隔壁就會有人 然後隔壁的人 他就打電話給那個警察 說隔壁很吵 然後他們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未成年 然後...有酒 所以... 我那時候我在外面的陽台 然後突然那個... 那個房子的那個窗戶突然爆了 然後那個很多小朋友就衝出去 衝進去森林裡面 然後邊爬邊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爬進去森林裡面 那個警察說 小朋友別爬啦 別爬啦 追不上 然後後來 我在裡面 我說我該跑啊 還是我要幹嘛 然後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 他就說 不要跑... 我們躲在衣櫃裡面 他們不能進來 我說你確定嗎 他說我確定... 那個人有點醉 我說好 我就跟你躲在衣櫃裡面 我們躲不到五分鐘 就那個衣櫃... 打開警察 蛤... 你們出來 你們出鬼 出... 出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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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叫我們出衣櫃 後來發現 因為他看到我們是未成年 然後看到家裡裡面有酒 而且有人跑 用跑的 通常在美國 你用跑的 就是表示你做了壞事情 你負責 對 所以... 還好他沒有發我們錢或是什麼 但是... 他們就叫我們說 那你打給你們的父母 叫他們來接你 那你未成年怎麼買到酒的 我們的被守是... 馬上21歲 有一個 那你們這樣被抓他會有事嗎 他...他第一個跑耶 他當然第一個跑啊 對啊 他是幫你們買酒的耶 他待在森林 一天半耶 蛤... 一天半喔 他才出來 我們都找不到他 他出來就是蠻臉 都是土耶 他也太脆了吧 我家呢 有哪些事情會需要套交情 跟靠關係請人幫忙的呢 有...這個很重要 在美國 遇到警察 對 怎麼可能 不行吧 這怎麼講 不要講一些違法的事情 美國警察很秀耶 不是...警察朋友很好交耶 我跟你講 因為警察也是人啊 然後... 那就是像我媽媽 我跟你講 你去我家那邊 你看到一位警察 你就會看到一頭帥氣的頭髮 是因為都是我媽媽剪的 哦... 所以我媽媽剪頭髮的時候 他剪所有警察的頭髮 哦... 他的頭髮 對 長大就要套 那這當然好強啊 而且最社交的一個地方 就是理髮廳 那請問媽媽 平常幫我們剪頭髮 有收錢嗎 有 對 但是... 跟他們聊天會套一個關係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可以幫到忙 那可能會... 給他免費剪 像之前... 有... 但是... 有合理OK 因為像之前有像我媽媽 她去上班的時候 她快遲到了 她就超...超速 然後就被警察抓了 然後就是被發單 那時候是... 那個... 州警察 所以不是說我們那個城市的 那州警察呢 你被發單 你還是一樣要到我們家那邊的城市 教那個東西 那差不多... 快兩千多台幣 唉唷... 對... 很...很貴 然後就是... 比如說你沒有吸好安全帶 或是什麼 我也不可以發一樣的錢 那...媽媽 她到公司的時候 她就打個電話 打給那個認識的警察朋友 她說... 欸...你今天上班嗎 她說...對啊 她說...喔... 我有一個... 我被發單 然後差不多兩千塊台幣喔 沒有...美金啊 然後... 她就說... 妳可以幫我處理嗎 她說...喔...好 她打個電話 馬上就... 喔... 就不用交了 你媽媽好耶 這個電話就可以耶 台灣連這個... 這個連台灣都不行耶 台灣不行耶 很難消 超難消的 完全沒辦法 這種現在連名義代表 都不敢弄了 去就不敢弄了 完全不行耶 那如果警察是你的朋友 也... 家人也不行 都不行 那不行啦 台灣沒有這種事 沒有辦法 警察是你的朋友家人 他們反而會化心 就不敢這樣子 很怕你拖他下... 之前我媽媽... 她前男友 就是... 後來我媽媽發現 她...本來是... 本來是不知道 後來發現 她前男友是吸毒的 喔... 她就...沒有對我媽媽... 不...沒有怎麼樣 但是... 她就不願意離開我媽媽 然後不願意... 呃... 沒有...就是... 持續那個聯絡 那... 媽媽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怎麼辦 我說好... 那我自己來 怎麼會打給你 怎麼會打給我 兒子... 我辦事情了 我跟你講耶 OK... 我就密那個男生 我說欸... 你千萬不要再跟我媽媽 有任何的聯繫 你有什麼口氣 我現在是警告你 唉唷... 哇... 對...我個人警告你啊 她說... 她說你不在美國 然後你也不在這裡呢 你沒有資格跟我講任何的事情 也對耶 我說... 好...你反而也要這樣 好...那我知道了 那我就掛到電話 然後再打句說 I'm sorry 我剛剛真的不是... 我管不了喔 對不起嘛 沒有... 我就打個電話說 欸... 欸... 就是我警察朋友 警察朋友啊 我說我有一個事情 他說... 什麼事... 他就已經知道有...有事 他說... 廢話 你前面就說什麼 我有件事情啊 廢基喔 我... 我有一件事情 他...什麼事 你看他很厲害 他知道我有事情 沒有...我講我有事情 不是一般的事情 就是我要處理人 OK 你清楚再講 不要再耽誤我們錄影的時間 好... 我就跟他講 他說... 好...叫什麼名字 我就講那個人的名字 他說... 好耳熟的名字 好...我處理一下 我跟你講... 隔天... 那個人馬上打給我媽媽說 我不在...我不在煩你 真的假的 對... 因為後來我那個朋友 有叫他所有警察朋友 訂上那個人 是 賣賭的最不詳 就是... 警察訂上那個人 對... 這個有道理啊 所以他們都知道他在... 警察都知道他是在賣毒 有案底啦... 有...被抓過 可是他很可憐耶 因為他失去了他最愛的毒品 那邊... 這邊在打架 那邊秀什麼肌肉 我真的都... 這節目到底在亂什麼 我怎麼看不懂 那時候 我認識了兩個外國人 他們來台灣獨家 然後他們是去野點 然後喝醉回家 坐幾乘車 發現沒有錢 就用信用卡 然後圍那個設計 五十五歲的女生設計 可以用信用卡嗎 然後 因為碰到他的身體 那個司機 然後跟那個警察... 他是怎樣碰到他身體是... 放在前面 然後那個警... 他跟那個警察說 然後因為那個警察完全不會講英文 警察相信嗎 所以警察不會講英文 那個外國人不會講中文 那個警察都相信這個 五十五歲的女生設計 就抓他們 脫衣服 擦屁股 因為... 因為從野點... 就是... 離開喝醉了 他們可能覺得有一些毒什麼 毒病啊什麼的 就擦屁股 就打給另外一個... 一個朋友來幫忙啊 結果他們查那個遲著的影片 發現這個女生騙他們 然後其實不是第一次 他已經有很多人在告他 因為他很多外國人就是這樣 咬錢 或是不然... 如果沒給我錢 他會開到那個警察站 外國人這樣被脫光 也很不爽耶 可是我們... 可是我們是外國人... 那個司機說 我帶你警察局 他說不要這樣嘛 這邊就好 沒有那麼主動 看到哪些警察讓你們印象深刻的 有嗎 有... 我第一次出國就是來到台灣 然後第一次 我就看到台灣警察 是台灣的悲哀 好難聊耶 然後... 就是讓我很... 很嚇一跳 就是... 台灣警察好說話 換...換個... 換個... 換個... 誰的故事 要不要幫你練一下 換個國家犯重罪 對... 沒錯 中文學好了 你去哪裡偷來的板子啊 這邊耶 然後... 就是... 因為... 我們在美國的警察很嚴格耶 非常的嚴格 然後... 我... 我記得我看到台灣的一個新聞 有... 有一個人被報警 那個人好像... 拿一個小東西好像刀一樣 揮了一下 哎唷 然後割那個警察的手指 哎唷 對 然後那個警察做什麼呢 他拿那個... 那個手指說 我在拍啊... 我在拍啊... 我在拍你喔 我想說... 你拍他有用嗎 真的有這個新聞 這如果換成在美國的話 會怎麼樣 美國 我跟你講 我之前... 我看到一個人 他在一個酒吧外面 就亂來 然後已經開始吵架啊 然後警察來了 喝醉了 喝醉 然後警察就跟他說 你一定要冷靜喔 然後警察也很冷靜的跟他說 那個... 那個人就看警察呢 就說... 然後吐他臉上 一下就到地上 被打... 然後就被抓走耶 可以這樣現場打他喔 打... 他有打 他就被打 可是他比如說像這樣打他 他那個犯人不能告警察嗎 因為... 因為這個犯人是... 他不跟警察合作 喔 妨礙公務 這個已經... 對 這個已經犯法 好希望那個人是你 幹嘛這樣 你也不合作 吐 很好啊 謝謝... 守住待吐等違規 對 等違規 我媽媽的那個理髮廳 是比較... 在都市裡面 所以... 他前面 他對面就是有一個交稅的地方 然後很多人會去那邊交稅 然後會停在理髮廳前面 但是理髮... 那個... 理髮廳前面... 不能停車 是違規的 我們美國警察是有一些... 比如說一個月 他要開幾個單子 幾個罰單才可以... 業績啦 對對對 有一個quoter 然後... 他就是... 這個警察進來我... 我媽媽那邊的... 理髮廳 然後就坐著 然後他說奇怪 這個警察... 他就問他說 先生你想要剪頭髮嗎 他說喔 我不用... 我不用... 我媽媽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他也沒有在聊天 然後他老闆就問他說 那你... 你為什麼在這裡 他說喔 我在等人家停在這邊 然後進去那個交稅的地方 我就開... 就發單給他了 他在等人家違規 對 他在等違規 對 結果... 後來有一個人真的停在那邊... 停車 一停車下車 我那個老闆... 理髮... 理髮廳的老闆他跑出來說 先生先生... 你趕快開走 現在有一個警察在等耶 在等人家開那個違規啊 人好好喔 對 結果警察就把老闆抓走了 也沒辦法 警察就整個傻眼了 可是其實這不只在美國啊 你知道四年前我朋友騎摩托車 被開了一張單 因為警察有時候晚上啊 他會躲在那個人行道的柱子後面 那人行道上面其實是不能騎摩托車的嘛 可是我朋友想說晚上十一點多 你知道 就違規一下 要不然繞好大一圈 他就騎上去 可是他眼睛很利 他就看到警察在柱子後面 他就把火熄掉 然後他想說把火熄掉 他就這樣滑嘛 應該不違規吧 對不對 警察就等他腳落地了那個 拍了一張開他罰單 他就這樣被開了罰單 是在台灣啊 對啊 這還是... 不只美國 台灣也是會有一些警察 他會在這邊 他會守租 大概就是在一些天橋還是路口 比較... 之前也是有正義嘛 前一陣子 美國的一個開單子事件也是這樣 就是那時候網路上有傳影片 還上了法院 就是一個媽媽 她就是比如說這個地方 旁邊的路邊的停車格是 比如說七點可以停車 然後她六點五十九分停在那邊 結果她還剛停下 一下車警察就過來開了一張單 那張單是六點五十九分 好無聊 真的 然後後來就上了法庭嘛 然後法院法官看一看就笑一笑 我有看那一個 超好笑的 對,我有看那一個 這麼嚴耶 差一分鐘也要開單耶 對 美國我印象深刻就是 一個打七個 不是 你也不會念這個是不是 你也不會念這個 今天大家打風七針 什麼意思 沒有,有一次是跟一個朋友 跟一群朋友在美國 也是在酒吧喝酒 然後隔壁桌的客人 我想他們應該是喝醉了 想要來跟我們搭訕 我們就不想理他們啊 我們這一桌 其中就有一個男生 就跟他們騎了口角 然後兩個就打起來 但也不知道怎麼樣 突然間那個警察 怎麼會知道他們兩個在打架 就很快就出現在現場 然後兩個人在打架 他們也不先問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喔 他就把警棍一拿起來 就先把我朋友一打這樣子 頭就有血了 就整個破皮 然後昏倒,你知道嗎 然後另外一個 他就這樣也是一頭這樣打下去 然後兩個人就昏倒了 在現場 然後我們趕快就是把他送到醫院 然後那個醫療費 還是我朋友自己付的 對啊 所以這樣是OK的嗎 他們好像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是有已經喝了醉 然後是通常 為什麼那個警察知道 因為那個地方 是不是很多酒吧 對,就是附近都是酒吧 所以晚上的時候 警察會特別注意那個地方 對 因為怕會出什麼問題 然後 他可能那個警察 進去的時候 看到你們兩個 他們兩個在打架的時候 他可能有說 你們停止 如果沒有聽到 那你最好就是 想辦法把他們停止 那你就開始打他們 我的朋友就縫了七針啊 整個頭到現在還有八耶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